一天一日文,考试不求神 哈喽,又是我安科恩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讲日语的这个词 アマノジャック アマノジャック 这个光看汉字的话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拿来说人的,对不对 他就说性格比较古怪的 喜欢和别人唱反调的这种人 心里面想的一些东西呢 他也不会直说 就是故意会说一些奇怪的 或者是一些错的东西出来 那这种性情古怪的人呢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 アマノジャック アマノジャック 那因为他是这个心里话 也不会直说的这种人 所以呢,他的反译词就是 素直 素直 就是这个诚实老实的这个意思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轮,考试不求神 哈喽,又是我安科恩 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词 心骨肢 心骨肢 这个词呢,就说这个人的本来面貌 真面目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词呢,都是用在一些很好的地方 像是真正的本领啊 或者是真正的价值啊 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心骨肢 比如说我们说 心骨肢 发挥这个人真正的一个本领 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本领 这个意思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轮,考试不求神 哈喽,又是我安科恩 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词 梁山伯 梁山伯这个人物 应该大家都知道 但是日文的这个梁山伯又是什么呢 这个词呢,是各路豪杰奇聚之地 这种地方我们就会说是梁山伯 为什么会用梁山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这是从中国的水浒传过来的一个词 因为宋代,宋江临冲 这些英雄豪杰都在这个地方 英雄豪杰奇聚之地 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个日文词 梁山伯 梁山伯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日文,你就是大神 哈喽,我是安科恩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无邪气 它的读法呢是 这个无邪气呢,说的呢就是一些人呢 比较天真,比较单纯的意思 其实呢,很容易猜得出来 因为没有邪气,对不对 这个人无邪气 我就是无邪气 你学会了吗 一天一日文,你也是大神 哈喽,我是安科恩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词呢 是这个,用心棒三个字 大家会联想到什么东西呢 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物体 但是,用心棒呢,是一个职业 就是跟着别人到处走 非常强壮的 在你身边保护你的保镖 它们就叫做用心棒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日文,你就是大神 哈喽,我是安科恩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词 先修落 先修落这个词呢 可能大家会不多不少都有见到过 这个其实是指一些什么 香菇啊,或者是大型的表演啊 演唱会等等 它在举行到最后的那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那一天的这个演出 就是先修落 有点像我们的沙青 可能 沙青是指拍戏的吧 反正就是最后一天 我们就叫做先修落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日文,你就是大神 哈喽,我是安科恩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词是这个 风马牛 它的读法呢是 風马牛 風马牛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你跟它毫无关系的 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关心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 艺术跟我是毫无关系的 我也没有很什么关心的感觉 那我就是 一天一日文,你就是大神 哈喽,我是安科恩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词 看到这个词的这个汉字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因为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字 对不对 它的意思是说 偏坦,偏帮 就是偏心的这个意思 子供をエコヒーキする 誰に対してもエコヒーキしない 就是不偏任何人的这个意思 你get到了吗 一天一日文,你就是大神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ヤジウマ这个词 这个ヤジウマ虽然是写马的 但是呢 它其实是拿来形容人的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事情之后呢 就会在旁边起哄 瞎凑热闹的那种人 这些人我们都叫做 ヤジウマ 你get到了吗